主料,小八爪鱼食物汁,主料,大蒜子20个,干辣椒25个,生姜片5片,里紧记酸肉辣椒酱,里紧记蚝油和麻油,北极鲜,料酒,糖,胡椒粉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把八爪鱼从背部抛开洗净,放入温水中潮去腥气,中火烧热油,先放入姜片和干辣椒煎出香气,接着放蒜子抱一分钟, 放入沥干的八爪鱼翻炒两分钟,倒入料酒一汤勺,白糖5克,加水油高糖更好没过八爪鱼,比上盖小火煮上15-20分钟,等八爪鱼熟食,加入里紧记酸肉辣椒酱,里紧记蚝油,美极鲜,再翻炒均匀,转中大火收汁,最后淋上里紧记麻油,倒一点点的胡椒粉极好,调味品中有些味, 这道菜无必再加盐,烹饭技巧,大蒜辣椒预热后会很快分解,所以预防和治疗感染性疾病,应该生殖大蒜 常温下,将蒜头放宝袋里学关于通风处,或放冰箱冷藏保存,不要让大蒜发芽,受冻,蛋蒜能有效去除去腥腥肉食的腥味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